大家晚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在美國有一個颶風即將侵襲佛羅里達 這個很多原來預測它會直接登陸的 但是現在新的預測 它似乎是沿著美國東岸沿海 非常貼近陸地的方式 從佛羅里達 各位有沒有看到南佛羅里達這個地方 慢慢地接近 然後慢慢地上去 老實說這樣對於美國在沿海的地方 其實很容易遇到風暴潮 對 意思說颱風就是它的北側 很容易遇到強風或是風暴潮 這個潮雖然像海嘯一樣影響 所以後續要特別地關注 因為非常地近 距離陸地非常地近 這個應該可以算是美國總統川普 上任三年來最強的一個大的天災 為了要特別關注 因為它差不多是四級颶風 然後可能是相當於我們強烈颱風 很接近這個東南邊這邊 所以對美國影響是很大的 那台灣這邊當然相對的 太平洋高壓持續的籠罩 所以這兩天呢 中南部特別是西半部 特別是陶珠廟到這個中部 空氣品質反而比較差 下沉氣流 西半部到午後 有一些午後的熱對流發展起來 所以大致上呢 這兩天的天氣 其實都很熱啦 雖然午後陣雨 但是不是很全面性的 然後在南海這邊呢 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啊 有機會會變成颱風零零 這個終於出來了 上禮拜喊了那麼多天到現在為止 所以請大家真的不要太早地去說 那這邊呢還有一個熱帶性勞動 有機會會發展成為颱風 這個也有機會 那未來的預測呢 大致上呢 因為這時候還是颱風的旺季 所以這個呢 變成颱風不例外 可能會持續往這個越南方向接近 那這個呢 未來呢 就是未來兩三天關注的焦點 不排除在未來這幾天 有機會變成颱風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它的路徑預測 還不穩定 還不確定 所以現在講太多還太早 但是它可能因為距離我們這邊太近了 所以禮拜三 禮拜四呢 恐怕就會逐漸 外環又影響到我們台灣的天氣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這兩天呢 大致上都是很炎熱的 點擊下近天氣 然後禮拜三 四 五之後 就看著這個低壓的勞動 影響到台灣附近的環境配置 所以水氣可能會比較多 午後震雨會比較多 要稍微留意後續的變化 雖然現在說會不會清洗台灣 還太早啦 所以大家還不要急 等到正式變成颱風之後 我們還有至少兩天的時間 可以應付啦 那禮拜天呢 晚上各地天氣呢 當然這邊陶竹苗到中部 空氣品質比較糟 其他地方下過雨之後 都還蠻不錯的 大致上呢 天氣有一點熱啦 的確是很熱 那禮拜一白天呢 還是熱啦 還是熱 但是呢其實空氣品質 或是午後雷震雨 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太平洋高壓 持續的增強 穩定的天氣到禮拜二 接下來禮拜三開始 就看這個擾動發展 變數就很多 在這之前呢 午後雷震雨應該還蠻多的 所以請大家在戶外 聽到雷聲 在下午的時候 請入室內 能避就避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請訂閱